发音课程 大家好,欢迎同学们来到发音课程第3期 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指引,哮,哨哨哟,哉哟,哭,哭哟,哒哋的发音 有可能第一次学习韩文的同学们 就会问说是什么? 别担心,别担心 就是他们指引的名字而已 每个字音都有自己的名字 我最代表的母音 重新读一遍它们字音 有可能同学够梦缺 哎呀这文歌有什么区别吗 我好像听到两个呢 千万千万别担心 除了第一次学习的同学们以外 还有很多同学们虽然已经学过韩文 不过还是分不清楚这五个音 我从17年开始派上传这个韩语教学的视频 同学们最经常问我的内容是 一个是静语和平语 另一个就是它们的发音区别 所以同学们别着急慢慢来吧 很多同学问我的内容 有三个 第一呢 稀有和香稀有的发音区别 同学们不太明白 例如说有一个同学在上上上一期 给我评论说 我说擦的时候 朝鲜族同学跟我说 你的发音像 擦 他一直说擦 不过朝鲜族同学或者是韩国人觉得他的发音像 我一会儿会告诉同学为什么您有这个发音错误 第二呢 有可能已经明白这发音区别的同学们被怀疑有人不知道这个发音区别吗 有我见过四五个同学 有我见过四五个同学 在下一期我讲这个 同学们千万千万别担心 还有很多同学问我 修到底是哪一个音 差呀还是什么 差呀还是什么 西呀 差 下 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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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应该听到 差 还有什么 差 什么 起 所以问我 哎呀怎么一个子音 有三个拼音呢 很多同学们这么问 但是我跟同学说一下 这是拼音的思路 拿拼音的思路学习韩文的话 肯定会有这种现象 不过韩国人的思路里 这都是一个音 所以如果同学们现在想 哎呀这个秀到底是哪一个音 我跟同学们再说一遍 韩文的思路 中文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不会是中文的一个音 等于韩文的一个音 一定要记住 不会是一对一对音 那我们现在开始分析一下 秀和桑秀的音 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是脸的左面 这是鼻子 这个两个部位是 嘴唇 它是下额 尖锐的这两个 是牙齿 它是舌头 在这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三个中文词汇 我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 这三个部位 哦我不太知道 所以我查了一下 一共是三个 第一呢 牙齿和牙龈的边境 我们这块地方说 齿槽 齿槽 韩文说七组 齿槽 然后呢 口腔的比较硬硬的 这个地方 我们说 硬恶 后面的 软软的地方是软恶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三个部位 那看一下 我们在上一期学过的 几额 几额 三条 的方言呢 跟阿一起读的话 牙齿槽 牙齿 牙齿 我们使用的 舌头的位置呢 手头的 后部 手头的 后部 跟软恶 接触 说 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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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吧 呵呵呵 不过我们今天学习的 修和三修呢 这两个音呢 我们的舌尖 舌尖上的中国 我们的舌尖 摩擦 齿槽的声音 我说摩擦 而不是 铁 摩擦 不知道中文也这么说 他们的摩擦的意思呢 不是完全贴上 稍微有震动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舌尖摩擦到 刚刚学过的 齿槽 因为我们的子音 不会单独会发出声音 是吧 所以我们跟代表的母音 一起发音 秀 的话 擦 擦 擦 同学们肯定看过 第一期母音发音视频吧 没有掌握好的话 同学们会问我 这个是这个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所以一定要学完 再回来 我相信同学们 那继续学习吧 擦呢 擦呢 从肺部发出空气的时候 一直震动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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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擦的区别在哪呢 同学们现在跟我读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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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告诉同学们 练秀的好方法 因为中文里没有这种特别轻轻的声音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跟我练 这不是 一定要把所有的力气和压力都放下来 然后就像到家一样的那种感觉 说 不用 闭眼 然后加 啊 越来越快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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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擦擦 所以两个发音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练 特别轻轻小小的声音 好吗 这个发音同学们一定没问题的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说shut的时候 那位同学一直听到chut 擦擦擦的声音 所以他的耳朵里 我在说擦擦擦 他在听擦擦擦 我告诉同学 为什么有这种现象 看一下这个图片 我们擦擦 发音擦和擦的时候呢 舌尖摩擦 齿操是吧 不过我们发音 擦擦擦擦的时候呢 手头的前部 而不是舌尖 手头的前部 提 硬额 硬额还记得吧 所以 擦擦擦 擦擦擦 擦擦是提的 不是摩擦的 这是提的感觉 擦擦擦 所以看一下这个两个图 两个发音的差异呢 肯定比这个图更微妙 所以同学们 听到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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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这两个记号 在学校也没人教我们这种发音区别 所以美国人、英国人、外国人说 的时候,我们挑到比较熟悉一点的韩文的 上行 或者是 知道区别吗 他是 他呢 不过因为我们的母语里 没有这两个发音 所以我们一直听到 子和的 不过两个发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母语中没有特定的发音的话 我们拿我们比较熟悉的母语中的发音 分析这个发音 所以我估计同学的母语里或者是方言里 没有这种特别轻轻的 这种发音 就是舌尖 摩擦 齿槽的声音 所以应该跟他分不清楚的 不过我相信同学学的很久 肯定会去分下来 他是 擦 他是 擦 擦 擦 所以不要太担心了 如果还是分不清楚的话 我说擦的时候 一直听到擦的话 同学先这么想吧 擦 是吧 中文的话 擦 是吧 把这个声调和声音的大小 一定要若微擦 擦 擦擦擦擦擦擦 这样 越来越小 这才是对同学最好的方法 我翻译擦的时候 同学也说擦的话 我们无法沟通 说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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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吗?别过于担心啦 Yu,shu,sus,si,cha, billions.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在下一期接着睡觉 Giu, message,散 ella 支持 gekon 谢谢大家 for watch my 3 steps 我们在下一个视频见面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